阿图的问答时间 今天的问题是 海外中文教师相关的薪资和求职问题 我之前分享过很多类似的主题 比如说教中文有多难 如果成为澳洲注册教师 到底谁在学习中国话 Google或者百度输入关键词 就可以找到我的分享 我没有在国内上过大学 也没有考过国内的汉语教书相关的证书 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很难回答 但是我在国内和澳洲的教育机构都工作过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 普通的医学教师的薪资其实并不高 尤其是教幼儿园到高中的学生 教书的时间比较有限制 只能在孩子们下课或者假期的时候进行收课 这样的话平均下来每天的工作时间 大概是不是超过四个小时的 按照每个小时来算薪资的话 薪资水平非常低 这里工作还是比较适合大学生做兼职的 海外的汉语教育机构大多也是华人开的 所以它的薪资和它的管理层方面 跟国内的教育机构大同小异 持打工度假签或者陪读签来海外教中文的话 就还是以积累经验为目的 不要想着去赚很多的钱 大多数情况下 你赚的钱可能连你的房租都承担不起 如果想通过官方的渠道成为汉语志愿者的话 还是推荐汉办的证书 强调一点必须是汉办的证书 教学技能资源等方面的内容 全网搜索外地老师阿图 这里是教育博主阿图的生活圈 我们下期见 拜拜